欢迎各位观众持续收看王瞳的频道 今天是2021年1月22号星期五 哇 今天大盘好像又出乎大家的意外 那么在昨天不是市场上全部的人都在讲 垃圾盘 为什么呢 拉台积电 所以说叫垃圾垃圾盘 其他都不动 那今天是不是刚好相反了 对不对 那今天不是要垃圾的吧 今天要黄金的吧 台积电下来了 那其他的统统上去了 那不是合乎大家的意愿了吗 对了吗 所以昨天包括我的会员都在问我 哎呀 这个盘怎么办呢 其他个我都不涨 我说今天就涨给你看 所以等一下我会帮各位讲一些讯息 同时呢也是要感谢各位观众 每天收看王瞳的视频 当您看完以后 拜托您按个赞 按个订阅 可以的话就分享给你的朋友 今天我先讲一下啊 这次演讲会里面我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今天特别把字卡带来给你看 也许你们很多人还不知道我演讲会讲什么 那你看一下第一张字卡 2020年12月28号 演讲会那一天啊 演讲会那一天啊 我告诉你2021年持续多金盘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盘面上已经不是5000斤了 现在盘面上已经多出了两个千斤 你看这个6409看到没有要续准 看到没有还要已经上了1000了 还有一个6510金测快了快了又要到1000了 是不是这两个已经是摆明的7000斤出来了 紧接着还有8000斤9000斤 所以是不是持续多金盘 那风风雨雨要稳扎稳打 我这句话是讲今年呢 今年今年是风风雨雨 但是要稳扎稳打 那么你们现在一定会怀疑说 今年到底会如何 我今天就把谜底解给你看 看清楚啊 2021年趋势的研判 月银水溢洪霄雨季 再讲一遍 月银水溢洪霄雨季 我今天就把这8个字先给你看 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帮你解说里面的内涵 也许你们很多人那时候都看不懂 但是看不懂没关系 我到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已经讲了一句话 我说我把整个行情跟你稍微做个简单的分析 也就是说今年的第一季没有问题 今年的第二季你稍微留意一下 第三季打底第四季上去 我用这么简单的比喻讲给你听 这个指台股啊 不是指国际股市啊 你们千万不要搞错 这个指台股啊 那到今天为止 我想你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啊 一月份大概也要快完了 但是一月份的行情好不好 好到爆啊 创新高的股票比比皆是啊 但是我有附带了一句话 今年会上涨的股票不到50% 剩下股票你不要乱碰 所以在今天呢 我特别跟公司要求 因为也有人打电话信来说 王老师前段时间推出的 六六大顺抢红包专案 还可不可以持续 没关系 今天我们就再度开放一天 到这个礼拜天晚上12点截止 你看清楚啊 六六大顺流气冲天赚红包 会费六折会期六个月 你赶快跟紧王同脚步 速播专线 02-6630-321 02-6630-321 我是1月7号讲的哦 1月7号啊 你自己看清楚哦 到了今天为止 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已经不用再变了 这个行情结束没有 没有 我来告诉你没有 到2月5号封关前都是很亮灵 峰回就是要禁 你不禁我也没办法 因为你旁边缺少了一个保护伞 如果有动力推了一把 你就知道要禁 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讲这个盘 你看一下1月15号礼拜五 下跌90点 我告诉你这一天尖头不是头 是不是这个情形 是不是出了个大量 量大不涨崩盘哦 市场上都是这样讲的 对吧 我特别告诉你这五个字 你先想看这五个字值多少钱 你自己想就好了 结果到了1月18号 礼拜一下跌四点 我告诉你大减便宜货快减 跟你讲到15676点很快就过 结果过了没有过了嘛 冲翻天了 1月19号礼拜二涨265点 收盘创新高强攻尬空 1月20号下跌71点 这是结算能攻盘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再看1月21号涨了347点 哇又再强嘎空啊 就昨天 好再看下去 1月21号涨347点 我给你讲大盘发疯了 听笑了 你们千万不要摸头 千万不要摸头 好到今天你看一下王瞳的盘讯 你看完以后大概就全部明白了 你看看啊 9点14分给你的 9点14分看到没有 大盘已下跌168点开出 今天盘是超低开出 开盘点就是最低点 结果这个最低点有没有破 有 有稍微跌破一点点 跌破一点点有没有重要性 没有关系啊 会开低走高 整场均在盘下游走 今天会收黑 下跌约80点 主流在电子正规均 哎呀 结果今天下跌了134点 比我预计的多了一点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来 我们今天要开始帮你看啊 今天大家会讲说 这个盘量太大了 今天出来了 哇 这么大的量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不要担心啊 那今天的量又超过了4000亿 今天我要帮你减量 你看一下2330台积电 看到没有 台积电昨天才8万8千张 今天有12万4千多张 几乎多了快3万张 一张65万 所以我们就讲台积电 光这一档 它今天的成交量就多出了200亿 那你要不要害怕 不用害怕 这是很正常的盘 相对的你看2303 23030电 哎呀 持续在创高啊 看到没有啊 都看到了 再看8046 哎呀 蓝电在创高 所以你要注意谁 2368 你看看金像电 我跟你讲 金像电这个打下来 这边都买点 是买点买点 哎呦 好了今天就蹦上去了 你自己看金像电 对不对 那好股票一样 你看6488 环球金涨停板 你看8086 红杰克涨停板 那好股票一堆啊 在昨天我还公开告诉你 我告诉你 莫斯菲都是买点 你看看5299 杰利看看是不是买点 昨天是不是买点 对呀 今天就蹲上去了 你看6435 大中 昨天就是买点 今天还有破一下子上去了 再看另外一个 8261 昨天我还公开告诉你 天送大礼给你的腹底 结果腹底今天冲上去了 哎 这都是我讲的话 对不对 所以今天 我简单告诉你一句话 啊 来 今天是刻意压盘进货 压谁 压台积电 还有修理空头 哎呀 很多人看嘛 大盘涨不动了 涨不动了 哦 赶快 空空空 那你就 被人家嘎嘎嘎 我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要再把这个盘看得很坏 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今天看盘面当机党个股 我给你看一下啊 你看 6274 CCL 哎呀 表现很好啊 今天盘一小时 还有下面给你买 然后就上去了 你看4958 哎 真顶 默默的就开始上去了 再看6278 哎呦 台表科也上去了 看到了没有 台表科 这都不底耶 这么漂亮的打底 放个亮的推身 结果你们都看不懂 还把它当成垃圾 我就没办法了 今天我告诉你 觉得直接好股票 你再看 3483 哎呦 立志 散热的立志上去了 3017 散热的齐鸿 哎呀 昨天都是买点的 很漂亮的买点 今天就冲上去了 你看看 是不是上去了 你看到今天这个盘 王瞳现在打给你看的一些个股 你能不能发现到 大盘指数下跌 王瞳的个股都是黑手股 都是up up up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 今天的盘叫什么 看清楚 虽然下跌134点 我告诉你两个字 好盘 看清楚了没有 看清楚了 还有我一直不断的提醒各位 今年的明星股 旺系 你看看 今天创新高 还有呢 2449 金元店 金元店 你看看 今天也创新高 我一直不断提醒你 这两档是今年的明星股 那所以我说 今天的盘是什么 好盘 那好盘你要怎么办 赶快下来的时候 就要大减便宜货 那你看一下在昨天 昨天我公开告诉你 我们有党各股涨停板 昨天1月21号 恭贺各位 3217U群涨停板 目前获利中持股请续报 看清楚啊 对不对 这个是有评有据给你看的 那你看3217U群 今天有冲上去 然后盘弄打下 收盘还是要上去 那一般的涨停板 第二天都没有了 对不对 王童的涨停板 后面还会涨不停 这才是你要的嘛 如果说你要一天涨停 有什么用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2314台阳 台阳你看看 这一天涨停 来来给你看 这一天涨停 第二天跌停 再来昨天今天连续跌 对 看到了没 看到了嘛 太多的案例给你看了嘛 好了 我给你看一下今天 我们那个情况 好 看清楚 10点01分 1月20号 公贺会员8081至新涨停板 还创颇段新高 目前大幅获利中持股请续报 大幅 看到没有 我们看看8081 是不是涨停板 10点钟都涨停板了 对不对 9点57分吧 大概涨停板 我10点01分发出去 是不是涨停板 对的嘛 我也公开讲了嘛 8081至新 就是我们手上的持股 你看看是不是涨停板 是不是涨停板 对不对 那我们来开始看 今天王瞳实际的操作 给你看一下啊 讲到这个的话 我就必须要再讲一遍 1月份 王瞳已经发出了7个红包 今天是发第8个红包 你要听听说 你要听听说 第8个 好你看一下 12.53分 手中有2449金元店多单者 请先以市价出一半留一半 看清楚了啊 结果看 公贺各位 2449金元店 市价出在40.95元 我们买在34.8到35.1元 剩下一半续赚 这是今年第8个红包 还是大红包 看到没有 我们要平均涨35块好了 35块到40块 这零头都不要算了 是不是大红包啊 有没有将近20个% 有嘛 对不对 我给你看2449 我讲了好几天了 你看看金元店 今天委派还收高了 是1.25啊 是1.2啊 看到没有 我们还有一半还不急的出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获利嘛 你们要的就是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获利 而不是每天在打高空讲宵威 那些看到什么涨停就告诉你 没有意义的了 那些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今天告诉各位 如果说你还没有跟上王同脚步的 今天给你一个最好的机会 就是66大顺 牛气冲天赚红包 这个专案会费六折会期六个月 我们直接帮你服务到今年的六月底 速播专线02-6630-321 02-6630-321 如果说你想要用留表单的方式 那我跟你讲也可以 我们一样会照顾到你 你赶快跟上王同的小步 加入王同的团队 才是你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那么最后要告诉各位 我们近期大盘 看清楚啊 近期大盘的高点是16238 看到没有 我再跟你讲一遍 16238很快就过 你不要担心 好了 今天就把你讲到这里了啊 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可见今来 古海茫茫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断线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素博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 欢迎订阅 影片订阅